韩丽只觉得四周的空气一紧 眼前一花 巨大的龙尾已在身前摇摆 一股足以将苍穹撕裂的可不威压 排山倒海狂拥而来 他面色一变 手中积极的一挥 三柄青竹风云剑飞射而出 一闪化为三柄青色的巨剑交叉 挡在身前 不等韩丽再做出别的反应 黑色龙尾抽搭在三柄巨剑之上 就听到喷的一声巨响 三柄青色巨剑猛的一振 表面青色剑光被震散大半 原本交叉在一起的三剑也被震散 朝着三个方向飞去 好在这一尾之力也被挡了下来 韩丽得此间隙 暗暗叫苦的同时 连忙掐绝催动翠玉飞车 朝着后方倒射而去 避开了撞击余波 同时挥手召回的三柄青竹风云剑 这黑色蛟龙的实力 比起那巨型杀兽 似乎还要强几分的样子 黑色蛟龙一尾巴赶走了 韩丽之后也没有理会 一只巨大龙爪落下 直奔下方的金色莲花抓去 韩丽见此瞳孔微微一缩 不好 虽然是明白这黑色蛟龙实力可不 但是这金色莲花实在是无上灵物 他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弃 思量之间 韩丽挥手收起了翠玉飞车 身上金光大放 整个人画出一道金红 直奔金色莲花 飞扑而去 结果还没有飞出多远 前方地面猛地晃动起来 仿佛地震一般 韩丽身形猛的一顿 接着二话不说 朝后方急退而去 速度比去时更快 轰隆隆一声巨响啊 前方地面猛地炸裂开来 一条粗大无比的黑色事物 从地下伸出 朝着半空中的黑色蛟龙卷去 一股滔天巨力 从黑色事物上散发开来 掀起一股飓风 韩丽虽然此刻距离 他已有数百丈 但身体仍好似 狂风中的一片落叶一般 不由自主地 往后震飞了出去 这一下啊 他全身如遭重击 几乎要散架了一般 若飞反应够快 且肉身本身就坚韧无比 早就被撞成了肉泥了 韩丽在十余里外 稳住身体之后 立刻朝着前方望去 心中顿时一惊 那个巨大无比的黑色事物 赫然是一根 粗大无比的黑色触手 足有千丈之粗 上面布满了 一个个巨大黑色的吸盘 仿佛地底伸出的晴天妖手 此刻正卷住了 黑色蛟龙的身体 原本气势汹汹的黑色蛟龙 在触手并前呢 就仿佛被老鹰抓住的小鸡一般 口中发出惊天尖叫 奋力地挣扎 却根本是无济于事 又是连续的树声巨响 附近其他地方的地面 炸裂开来 又钻出了几根 一般无二的晴天黑色巨手 纷纷卷向了黑色蛟龙的身体 轻刻间将它牢牢地缠住 韩力看着眼前的情景 心中亥然无比啊 这 这黑色蛟龙出现的没有一丝征兆 以我庞大的神石之力 竟然没有发现一丝短泥 轰隆隆 一阵巨响传来 整片沼泽晃动起来 一个巨大无比的黑色身影 从韩力的身后的地下 缓缓地浮现出来 却是一头巨大到难以想象的怪兽 此兽上半身形如蜥蜴 脖梗修长 头顶长着鲜红的肉观 仿佛雄鸡的机关的一般 下身呢 却仿佛章鱼一般 长着十几条巨大触手 不知道是什么怪物 此怪物比黑色蛟龙大了数十倍 庞大的身影 遮住了半个天幕 一根根巨大黑色触手在其身旁狂舞 卷着那头黑色的蛟龙 送入到口中 仿佛一只公鸡 叼着一条大蚯蚓 无边无际的庞大气息 从黑色怪兽身上散发而出 寒厉面色陡然变得苍白如指啊 心中泛起久违的恐惧的情绪 他豁然转身 全身金光大放 真眼宝伦在身后浮现出来 迅疾无比的逆行转动 随即 他的身影 木然化作一道模糊的金影 朝着远处电射而去 此时 星红的怪兽眼睛一转 一条黑色触手 闪电般的飞卷而出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一下子就追上了 早已顿出了近百里的寒厉 闪电般的将他的身体卷住 寒厉的眼前一黑 整个人就已经被黑色的触手 包围在里面了 一股距离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 使得全身的骨骼 一阵嘎嘎嘎的作响 寒厉闷横一声 全身金光大放 逆转的真眼宝伦 瞬间停止了转动 改为顺转 无数金色波纹浮现 寒厉周围蔓延而去 瞬间形成一个千丈大小的金色波纹区域 将黑色触手的部分也笼罩在里面 黑色触手被金色波纹笼罩的地方啊 好像是金色冰晶冻结在那里一般 整条触手猛的一顿 竟然动弹不得 黑色的怪兽低吼一声 那条触手上黑光大放猛的一拉 金色波纹区域剧烈的晃动 眼看就要碎裂崩溃 就在这一刻呀 一道金色雷电闪过 金色波纹一闪尽数消失 黑色巨手也恢复了自由 飞回到黑色怪兽的身前 黑色怪兽张开卷曲的触手 但是啊 里边已经没有了韩丽的身影 他口中发出一声略带惊讶的叫声 这时候万里之外 金色雷光一闪 韩丽的身影浮现出来 面色苍白无比 嘴角流出一道鲜血 一条手臂更是诡异地歪曲着 显然已经折断了 他丝毫没有理会身上的伤势 身上再次浮现出耀眼的金色雷光 朝着周围扩散而去 形成雷光法阵 随即一声霹雳巨响 身影再次消失无踪 不知多远处的一片茂密的碧绿森林上空 一道道金色电弧浮现出来 凝聚成一个雷电法阵 法阵中央虚空一闪 韩丽的身影浮现而出 他朝着周围望去 长长地呼了口气 他腰间和手上金白光芒一闪 金童和皮修身影浮现 皮修一言不发 眼中满是惊骇 金童呢 似乎也被吓到 小脸苍白 大师哥 吓死我了 刚刚那是什么怪物啊 不知道 应该是某种蛮黄真灵吧 蛮黄真灵 有这么恐怖吗 我以为 也就和那头大杀兽差不多 韩丽没有说话 目光闪烁不定 不知道想些什么 金童随即看向皮修 大怒道 哎 小白 你不是出生于蛮黄吗 知道这里这般危险 还带我们乱跑 想害死我们呢 老大 我虽然出生蛮黄 但是刚刚出生不久 就被猎荒修持带走了 对这并不熟悉啊 而且我已经和主人签订契约 主人如果身死 我的下场也不会好过啊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哼 看来是我们 太小看着蛮黄地狱吧 前些质子赶路寻宝 没有遇到什么太大危险 我心中就有些大意 刚刚若不是反应快 险些就送命了 思量之间 韩丽翻手取出一枚疗伤 丹药服下 又把折断的手臂复原 抬头朝着前方 无尽蛮荒望去 眉头皱起 这才刚刚进入蛮荒不久 就遇到了如此可怖的凶兽 若是深入其中 不知道经历多少危险 大叔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啊 韩丽二话没说 双手一掐发掘 在虚空之中一阵刻画之后 丝丝缕缕的光芒浮现出来 在半空中凝聚成了一张光影地图 上面绘制着 是之前他们经过的那些区域 和大部分地图之内 重复出现的区域 这是他根据从交三处得到的地图 结合那些从圆荒城购入的地图 拼凑而成的 片刻之后 韩丽指着一片丘陵地带 开口说道 我们去那里 嗯 陆明之丘 根据这些地图标识 这片区域距离这里并不远 只有一些蛮黄异兽 生存在这儿 并无成规模的不足机器 我们先去这里稍作休息 之后再做打算吧 话音落下 韩丽手掌一抹 那张光影地图随即消失不见 随后啊 碧玉飞车顿光载起 紧贴着地面 朝着远方飞去 有了前车之鉴 韩丽收起了对蛮荒的轻视之心 不仅不计先缘时 消耗地将飞车禁至西树开启 也不敢再肆意地寻觅宝物了 如此 有惊无险地飞了十余日 才终于到了陆明之丘的边缘 临近此处 大地上的茂密森林 开始逐渐变得西树 此刻正是深夜 韩丽悬迟于高空之中 也能看到下方有一头头体型高大 模样猙獰的异兽 或在林中觅食 或与天敌厮杀 当中还有一些感知灵敏的异兽 察觉到了高空中的异样 对着他们张口咆哮 声震山林 韩丽没有太在意 目光远眺 神色忽然一变 露出一丝疑惑之色来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